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我认为是小坑 但是接下来会变成可能会是无底坑 那我首先讲述说 我们的文字是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但是呢它并不是都是我们教育部的事 或是教育工作者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蒙点了 可是呢 如果以繁体中文的教材来讲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算我们现在学校的课程 而是在全世界教学 甚至我们现在繁体中文的教材 都还是用中国的教材来改的 而且事实上中国在全世界的华语教学上面 现在是等于是精吞蚕食 但是事实上它的学习 确实应该是繁体中文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跟这个 我们的那个文字的演变比较有关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我们现在资讯化的结果呢 请问各位你确定你会写繁体中文吗 好 所以就衍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跟我国都有所谓的文字标准写法 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之前 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字体是完全符合教育部建议的 繁体中文文字标准写法的 那还好前阵子出现了一个没豆腐的救赎 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notal font 因为notal就是notal food 它原意是这样 就是不会出现那个你看不到的那个文字 它把全世界的文字都塞到这个字形里面 而且针对各个地方的标准写法 做改进 对 做符合 所以说我们有一种字形 可是呢 这样子还不够 因为中国它有文字标准写法 而且是强制的标准 强制的标准又怎样 当只有它是强制 别人不是强制的时候 厂商或者是说出版品 或者是各种的电子商品 很容易就去符合这个唯一的强制标准 也就是中国的标准将会变成全世界的实际上的标准 那各位可以看这个文字 那个可以想一下 你平常怎么写补 然后你平常怎么写错补 那事实上这两个就是在那个notal fonts里面 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的差异 左边其实是简体中文的写法 那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呢 说实在我们并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我希望先从一个很小的专案 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这个文字的 在几种常用的字型 跟就是台湾这边的标准写法 它的差异程度 当然这个notal font 它之前已经做过这个黑体的这个研究 那可能可以参考它们的这个结果 但是还有除了这个黑体之外 还有不同平台的几种主要字型 希望能够透过某种方式去把这个受影响的程度先研究出来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发起后续的倡议行动 比如说我们要以台湾的这个标准的写法来要求厂商 时间到吗 我没有听到一分钟 抱歉可以给我最后一张吗 最后一张就是这个 救救救救 救救救救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潮救里面太久的话 我们可能就只有带着这个愧疚进棺材了 所以我要在这边 救各位来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来救我们的传统的写法 谢谢各位